小寡妇发现身体开始褪皮 从四肢到大胯 从大胯到小蛮腰全部沦险 并且一碰瞬间脱落 吓得翠花赶紧来到医院 大夫经过粗心细致的检查 告诉她只是缺带 建议女人多去晒晒太阳 然而仅仅半个月 翠花的身体愈发严重 死皮已经占领全身 女人抠掉一块 一花结木放在胳膊上 没想到竟然快速愈合周围皮肤 翠花被惊得目瞪狗呆 原来皮肤可以治愈皮肤 得知秘密后 她连夜跑到停尸房 割下僵尸的皮肤 放在身上竟鸟用没有 原来必须是小活人才行 想到着 女人瞬间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深夜她独自来到酒吧 膀胱一扫 看见女服务员光滑的肌肤 如同灰太郎见到喜洋洋垂涎三尺 趁其不备就是一个大逼动 把女孩砸得一命呜呼 然后残忍地取下女孩的皮肤 酷痴一声贴到身上 果然不出所料 皮肤获得了重生 变态无处不在